环绕树林中 潺潺流水声搭配柔美音乐 六名女孩展现曼妙舞姿 迈开步伐 轻轻摆动吹声 舞蹈之美融入山林美景 毫无违和感 不只在平静湖面 磅礴的瀑布底下 加上摄影镜头运镜 让简单接个动作 看起来格外优雅 画面中这群主角 来自新北市新浦国校舞蹈班 而拍摄地点不是舞蹈教室 是南投高山水样森林 我就想说 之前学生能力这么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点不一样 藉由空拍机在一个美丽的景色之下 把美展现到最好 在大自然中 拍摄跳舞影片是新浦国校舞蹈班 近几年来不变的传统 其实在2020年 学生们就曾攻顶石门山 和欢被封 克服强风 甩开扇子 让不少山友 忍不住驻足观赏 隔年一群人前往玉山 蓝天白云下 站在狭小平台 舞动妖孝生区 接着2023年 五名学生也在好贴气下 来到台东的神秘嘉宾湖 置身成校外 清歌漫舞 让人忘却了所有烦恼 身上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 融入大自然 让更有感觉的跳舞 但是舞蹈教室就局限在一个空间 没办法有那种伸展的感觉 虽然很累 然后要清场地 但是可以在这种空气新鲜 然后又很舒服的环境跳舞 真的很棒 学生们走出户外 带在空旷的大自然 展现无际 不只留下难忘回忆 也让更多人 看见不同面貌的大自然之物 于是我们是张家伟男头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 Internal 勇敢 至少 优优 result 更 scripture 行